新基组制是我国提高原原地球团球时报发表了一篇 今晚一些社交平台发布的所谓巡人贴的调查文章 文章证实巡人贴所说的失联人员的信息和图片都是编造出来的 更可笑的是他们讲的一些失联人员 实际上都在新疆过着正常的安定的生活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帖子里提到的Rose Mehmeti Atawala 她现在在和天县一家支鞋厂工作 每个月有2500元的稳定收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